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哥 我们继续来玩这个不公平之战 用的小男隐身 隐身小男 我们开始先扔个二技能 没有扔到他 然后丢下来马上落地之后 马上开隐身 这时候他找不到我 他就会乱换技能 他以为我会靠近他 其实我没有靠近他 然后再一个一技能标过来 他想开那个分身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连到他 接着跑起来再扔个二技能 他也开隐身了 这下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就削个一技能过去 管他三天要去躲过了他的那个一技能 然后他开始亏分身 哎呦 我刚才是隐身的时候打到他 然后我也开个分身 又开隐身 再扔个轮子过去 然后再怼他一下 看他有没有机会 他现在还没有时间开分身 存在机会 他应该分身刚开了不久 所以说我有机会 然后等打到他开分身 然后马上开个大招 这时候他如果他不放技能的话 他跑的还可以跑得掉 但是他开了个技能 所以说他就基本没有机会跑了 然后进入第二回合 隐身的小男也是让人 啥捉摸不透 神出鬼魔 让人害怕 这边是个白鸡蝎 哎呦 秋夏 哎呦 没有标他 然后等他机会 开个分身 哦不错 这里将来为了打到他 白鸡蝎的那个 横向范围好像挺广啊 我就直接站在他面前标他啊 然后他开分身 然后几元他 哎 这时候可以慢慢撸他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分身的 开分身的机会 我们可以先把他录一半血下来的时候啊 录半管血 刷一过来 哎 OK了 搞到他在等他分身的时候 我们立马开大招 这又是一个大招 看见没 他又想开一技能跑 但是没有来得及跑 两次啊 然后就这么累 然后接着我的小男就被他的那个 按部右解决了 解决了之后 我就到了自来野 我用我第二个自来野 隐身的自来野 看一下他虐了他想 开个二技能 先个蛤蟆是吧 他先一口火把我喷倒了 这时候我开个那个一技能 一技能发凤齿 发凤齿的那个范围非常远啊 哎 他开隐身 但是没办法 躲不过 然后直接被我连招 这时候他躲起来 我也看不到他了 找个机会 哎呀 我就直接被他一口火喷了 然后开一个分身 再开一个一技能 所以他也有开分身躲开 然后找个机会 开个大招 直接秒掉 哎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隐身这个模式挺好玩啊 隐身小男 这来也都还不错